林志堅敢不敢跟神明面前發誓 我的論文是你自己寫的 林志堅敢不敢跟神明面前發誓 一跨出廟門又被問到論文題 只見林志堅連理都不理 但前一天藍營議員徐曉昕 向台大國發所針對林志堅的論文 發出檢舉信已經獲得受理 且藍營的窮追猛打也還沒平息 是期末報告在先 他的口試 從回中華大學圖書館 王鵬威翻出林志堅碩士論文正本 上頭寫的完成時間 足足比逐科報告結案時間晚了一個月 這根本是鬼扯 如果要在6月26號來做口試 那麼我其實在5月就已經完成了 這一份論文 有心要製造話題抹黑核攻擊的人 不要持續餘目滾珠 想當論文風波被平息林志堅改攻政治議題 如今就有一位網友在號稱戰鬥欄的臉書社團中發文 指林志堅是低等名男人 都被林志堅高分被回擊 時隔一天趙少康警局報案求自清 你在外面再去搞這種分化成績的事 你PO一個我告一個 你PO一個我告一個 不要建立心 抓到一個就趕快 戰鬥欄 趙少康 不要搞這種東西 不好 就怕戰鬥欄招牌被借題發揮 趙少康也從被動轉為主動 TVBS新聞中華為何加強追蹤 紀念氛圍 台北桃園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